節目說 把這兩個全部盛開之後 變成這個式子 求A加E加C A在哪?A在這 E在哪?在這 C在哪?在這 求A加E加C 麻煩你齁 所以說什麼叫A A是AX幾次?五次 所以AX五次方向係數是幾?A 對吧?所以A是幾? 所以五次就是一種現象 什麼現象? 把這三次乘幾次?兩次 所以乘起來是兩倍AX幾次? 五次 所以說我們看五次方嘛 五次方A等於幾? 所以說直接他乘他 乘起來是二兩倍AX幾次?五次 所以A就是幾?二 187好開一點齁 所以說什麼叫A A是誰?三次乘幾次?兩次 所以說乘起來五次方係數是幾? 他乘他兩倍AX五次 所以蘇老師可以推得A就是一 二 那什麼叫C?C是AX三次 好去找A可以三次 A可以三次有誰? 在數學當中乘法有什麼力?分配率 對嗎?要乘起來三次 這個三次要找什麼?找殘數下 他乘他 乘起來是負A可以三次 兩次要找一次 他乘他加上五倍的A可以三次 這殘數下找幾次?找三次沒有三次? 沒有 所以加重起來是4A可以三番 那A可以三番 他相信很多次幾?C 所以C就等於幾?C 那什麼叫1?1是誰?AX 是一次下 好 要乘起來一次來講 這個三次可能一次嗎?不可能 兩次也不可能乘起來會一次 只有誰? 殘數向大倍誰?一次 他二乘他乘起來是負20AX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這個1就是其負20 那評分要求多少? 求A加1去乘幾?C 這兩相加是幾?負18 A加1是負18 C是幾?4 乘起來是負幾?72 OK 把這邊看一下